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日 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 以斯坦布尔 总领馆后突然失踪 随后失踪事件引发外部的高度关注 很多媒体猜测哈苏吉已被沙特方面杀害 但沙特方面对此表示否认 哈苏吉失踪事件也牵动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神经 10日 美国国会22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白宫立刻根据美国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 对沙特的行为进行调查 并可能在三个月内对沙特实施经济重大制裁 另外 英国也应该案已经开始制定将受制裁的沙特官员和强力部门人员的名单 此外 德法英三国外长 呼吁对沙特记者 哈苏吉失踪案进行核心的调查 并将作出制裁 面对美英法德等国的施压 沙特做出的不是妥协 而将是反击 沙特政府代表着 沙特完全反对任何威胁 或是图通过实施经济制裁伤害他的声明 反对利用政治施压和虚构指控 这无法动摇他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先地位 沙特如果遭遇任何制裁 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措施 该代表还指出 沙特经济在世界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它受到影响 这将产生全球效应 土豪国沙特特为是财大气粗 美英法德等国都敢对 像 限石油能源是沙特的底气 如果沙特断供两天油 世界经济立马波动 至于哈苏吉诗宗案 活药电人 死药电尸 我们也希望水落石出 接着或许多线 接着或许多线 永远流痕 完成了 接着或许多线 一一步 期盘 词 逆 噪 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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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